HELLO 各位觀眾,歡迎來到2024 PCL夏季賽的季前賽制解說以及分組抽籤環節,我是幼吳。 首先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本次夏季賽的賽制說明,例行賽第一階段的賽制說明。 第一階段的賽制會根據隊伍在春季賽的排名進行分組,並透過抽籤的方式分入兩個不同組別。 A組將會有7支隊伍,而B組則會有6支。 各組會進行BO2的雙循環賽,並在最後只取小組中的前四名戰隊進入例行賽的第二階段。 其餘的隊伍將會遭到淘汰。 例行賽第二階段的賽制說明,各組第一階段前二名的隊伍將會晉級到第二階段的領先組。 總計四支隊伍進行BO3的單循環賽,而第一階段中三、四名的隊伍則會進入第二階段的突破組。 總計四支隊伍同樣進行BO3的單循環賽。 而第二階段最大的不同,除了改為BO3賽制外,我們也將採用全局BP的模式進行對戰,並持續維持這個賽制直到整個季後賽結束。 領先組隊伍的最終戰績將會決定他們在季後賽的總子序,而突破組的後兩名戰隊則會遭到淘汰。 抽籤說明,我們將根據隊伍在春季賽的表現將隊伍劃分成四個隊伍池。 包含T1,CFOA,PSGA,T2,FAKA,DCGA,T3,IMP,TNU,HKUF,UCH,WPA,T4,AXCA,V3A,DFMA,以及BCTA。 抽籤的順序則會依照A組、B組等交替方式來分入各組別。 那話不多說,讓我們開始抽籤吧! 大家好,我是U5,現在要進行的是PCL2024夏季賽的分組抽籤環節。 首先要抽出的是T1的隊伍,分別有PSGA和CFOA, 抽籤順序將會依序分在A組和B組。 那先開始抽籤。 T2的隊伍抽籤。 抽籤結果,CFOA將會進入A組,PSGA將會進入B組。 再來要進行的是T2的隊伍抽籤。 T2的隊伍分別有FAKA,DCGA。 抽籤結果,FAKA將會分入A組,而DCGA將會分入B組。 再來要進行的是T3的隊伍抽籤。 T3的隊伍分別有IMP、TNU、HKUF、UCH以及WPA。 T3, 加苛63、AR 그림 champions結晃。 t3,2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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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4,2。 T4,2。 T4,2. T4,2。 T4,3。 1 匙 2 匙 2 匙 1 匙 1 小匙 1 匙 1 匙 1 匙 中了一碗 碗太小 炊相 炊骨 炊 publishing 蛋 抽籤結果,TNU,IMP,WPA將會分入A組,HKUF,UCH將會分入B組 再來要進行的是Tier 4的隊伍抽籤 Tier 4的隊伍分別有AXCA,BCTA,V3A,以及DFMA X, Raj潮綴、HKUF,RV、OISO,Okay,CTA,C крC, deliver 大聚 Judgment DFVAG,CTA,DFAC,Pน面 把水煮完 抽籤結果 DFMA、V3A將會分入A組 AXCA、BCTA將會分入B組 抽籤的分組結果如下 A組的隊伍包含 CFOA、FAKA、TNU、IMP、WPA、DFMA以及V3A B組的隊伍包含 PSGA、DCGA、HKUF、UCH、AXCA以及BCTA 以上就是本次PCL2024夏季賽的抽籤分組 以及賽制解說環節 詳細的賽程表將會在日後公佈與粉絲專頁記得關注 那麼PCL我們開賽見 大家掰掰 咖啡 在香港 ners